艾丁堡市的景色 之前我去了艾丁堡的颜色王座 但是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一个地方 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一个地方就是 卡尔郡山 在这个山上可以看见整个艾丁堡市的景色 而且照相的话特别好看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过周杰伦的歌了 但是我听说周杰伦的《明明就》 好像就在这里拍的 原来你也在这里 我受不了了 我才在这边录像录了到半个小时左右 就已经有一万对情侣在我面前接吻了 我已经冻到受不了了 你看我这么大的帽子 它都没有能很好的挡住风 因为风真的太大了 我现在不光鼻头是红的 我的手本来红的现在已经冻白了 就是现在手堆已经是冻江的那种 连撑都撑不直 我真的很不理解我的运气 我在香港的时候 准备去Stanley海滩 坐公交车我坐到了监狱 然后 就我总是会走进这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就在刚刚我送卡尔顿山出来以后 我看到旁边有一个门 我说这个门看着没有去过 让进去一下吧 结果进来一看是什么 是墓地 上次在录伏地摩那些视频的时候好像没有说 我觉得这边墓地还挺好玩的一点是 它不是只有一个杯像国内那种 它是有一个房子的 你看 这个应该只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的墓 就是它会盖一个房子 我的鼻子是不是超级红的 我觉得我鼻子这个颜色应该是大表姐色 去山顶了哈 从这边上 然后这边又过来就上到山顶 没事 一个大爷带着一个大妈来旅游 感觉好好的 他们俩竟然不是跟同来的 我好像说错了 他们的确是跟一个同来的